吉安湘石云山火化厂的使用频率非常高 但是焚化炉的炉具都使用长达12年以上 经常会发生故障情形 因此吉安湘公所向中央争取经费 获得花冬基金1亿320万元挹注 期盼可以规划出全国指标性的 殡杖设施建设工程 也预计要3年内来完成 吉安湘石云山火化厂的使用率极高 每年火化人数将近2400人 占着前线总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二 而一座火化炉的寿命大约是6年 但是厂内6座火化炉具都已经服役长达12年以上 时常会发生故障以及炉体老化必须要准秀的问题 吉安湘公所生怕火化之后排出的气体会污染环境 因此向中央申请补助 成功获得花冬基金挹注总预算经费1亿320万元 为期三年的计划 那因为我们曾采取北区的五乡镇的 这样的一个火化事业跟服务 所以我们的六具的炉具 在我们的这个最好的日子火化的时程里面 它的使用性是不足的 但是呢我们会提早做好配套 因此我们会以两具炉具 两具炉具来轮流替换太幻式的部分来进行 在之前我们也跟我们所有的殡葬业也来做好了这个密切的这样的一个宣导跟沟通 未来我们会让我们在整个火化的执行上面呢 不会出现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阻塞或者是呢在火化上的问题 乡长游淑珍表示针对池云山殡葬园区的道路改善工程 也向花东基金争取到总预算经费1028万元 再加上吉安管挖经费寄住将会全面改善 殡葬园区周边停车空间以及环境美化等需求 提供不同宗教族群和资讯相容的多元性 让整体的殡葬服务朝向更全面性的发展 借许的情节相报道